我在这边跟大家报告 台湾中心目前的所有职工 都没有人员的伤亡 而台湾中心的主体建筑物 也没有任何的循环 因为在哈台省 已经超过1300多房子 因为地众而却尾 我这边跟大家报告 台湾中心目前的所有职工 都没有人员的伤亡 而台湾中心的主体建筑物 也没有任何的循环 而同时在今天 台湾中心已经开始发放救援物资 同时提供叙利亚人 土耳其人免费的热食 更重要的 我们也提供免费的手机充电服务 因为在哈台省 已经超过1300多房子 因为地众而却尾 再来遗憾的是 目前我们没有电 我们将会缺水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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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中心是在哈台城市 还有很多树里亚人 很多特殊人去台湾中心 为什么 因为是很多大楼有问题 还是倒塌了 可是台湾的树里亚的中心 都没问题 还有有喝的水 还有有点 还有有暖气 还有有那边吃的东西 所以超多人去那边 大概两天三天那边等了 我跟邱老师 邱老师是那个 哈台中心的 那个社会的领导 还有那边的设计的人士 我跟邱老师有一个访问 我跟一个裁判 他也说了 现在很多特殊人 很多树里亚人来 他们也还您 安中心他是本身 我们外交部 他拨了40万美金 给他来新建 那邱老师本身 他非常热爱他自己的作品 那他就直接过去 作品他本身是 他是中原建筑系 他本身就是建筑 原本就是建筑系统的人 然后他在那边 在新建的时候 他包括整个施工细节等等 他都非常细心的去照顾 照顾了以后 他有一个想法 我这样子交给土耳其政府 土耳其政府会不会用 然后会不会永续 那可是我们国家的资源 也没有办法永续去支援他 他就答应 他说好 我奉献自己 所以他现在在欧洲各国 一直募款 包括他2月9号 也会回来台湾 然后我们全国公会 也有跟他联系 那他希望做的就是永续的 去能够让他资源 继续再帮忙 土耳其的民众 跟西里亚民众 因为他独了 让他们有吃有住 能够之外 能够希望能够学习一些智慧 所以他又有上课 又教他们上课 那现在其实我 我也在 我也呼应了 其实我们反而 有一些 募款可以直接监给我们台湾中心 因为事实上现在很多外援进来 然后可是呢 不会到他那边 因为大家都堆给政府 那政府他如果去运用 尤其土耳其政府要如何去运用 那我们这里也需要 尤其我知道他 他刚跟我通过电话 他说我们的财友可能 就收集可能量会不够 那可能也要拖起政府 才来开始配给他们 那是不是会配给他们 因为他平常 为什么这一次的灾害 他马上还能够过活 他说一般事情 就是去求所有的财友 因为那是发电机 在那边是没有电 他们就是把系统盖好 比如说把系统盖好以后 然后让大家能够有一个 庇物的场所 那大家就能够进来 那大家进来以后 他希望能够在 兴建的过程之中 若有可能 我们也能够帮忙 他们去盖一个 类似这种shutter的东西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